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提摩太前书的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 题目是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保罗接下来用一句别人的话来做开头 在讲完了对女人的要求之后 又开始讲起了对监督的要求 大家可能对监督这个职份 有些陌生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会有的 多半是存在于连锁系列的教会之间 是照看教会的职位 天主教里面的主教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也就是原文里的同一个字 bishop 天主教在每一个教区里都设有主教 主教通常并不直接幕会 括号 幕会是神父的事 而主教 而主教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监督 不是仅仅看管一间教会 而是看管数间教会 但是天主教的主教功能 因为常驻监督又产生了变化 又和纯粹的监督不同了 我想更能够贴切描写监督的 还是台湾教育界的都学 在每一个学校内有校长以下的工作人员 但是有的时候地方教育局会派都学来学校视察 看看学校的行政和教学有没有什么疏漏之处 都学本身并不参与教学和行政 但是却监看着学校的运作 人如果想要做监督 那就是在羡慕善工 当然这是人所说的话 但这话有一定的可信程度 保罗是如此说的 因为监督并不是一个可以出名出头的工作 他们不讲道不上台 不能出风头 又不是一个讨喜的职份 因为他们要去挑出各处牧者的措施之处 那并不是很招人喜欢的 我们都看过许多歌颂老师 甚至是校长的故事或者影片 但是你可曾看过有人歌颂都学的吗 在某些故事里面 读学还被塑造成一个反面的角色 但是读学真的是一无好处吗 当然不是 读学的存在不知道了防止多少 或者是抑制了多少的校长的贪毒 或者肆意而行 对于教会也是这样 若是没有人监督 有人奉献金钱 又有人崇拜的教会 会不会就衍生腐败呢 在历史上任何人的组织 只要没有人能够监督 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的会步入腐败 教会虽然说是有神的监督的在带领 但是有许多个别的教会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贪腐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老牌教会天主教要有主教来监督 叫众教会的设置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贪腐还是一度从教会的神父转到主教的身上了 多么不甚唏嘘啊 然而教会的监督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它可以防止或制止第一线教会犯某些错 因此在许多大型连锁教会之间 他们还是设立了监督这个职位 提摩太在所在的以佛所教会 当然也不是单一的一间教会 以佛所的地方也很大 方圆有近百公里 在多数人还是依靠步行的时代 也必须在多处设立聚会的地方 那么教会多了 也就需要有监督到处去巡查 以免出现问题 监督是对教会的漏施一个弥补的措施 但是要挑出他人的漏施 那他自己是不是应该要 或者是更要说无懈可及呢 否则他能够指出别人的漏施 但是别人也可以挑出他的缺失 来给个反唇相机 或者是说他看到一个问题 但是他自己明知自己也是如此 这样他还好意思指出这样的问题吗 这就是保罗要在这里给提摩太的建议 要他选择设立监督的时候 必须要做到无可指责 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算得上是无可指责呢 这些我们到下一篇中再来讨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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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